你觉得我怎么样呢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 这是小董 我们公司的 刚跑完业务 其实最可爱的男孩 一开始见到你的时候 别管我 觉得你特别地单纯 也特别善良 龙总 这是你和这个 会为了自己不认识的人 两肋插刀 做人啊 不能没表现 我的女主 再到了后来 又遇到了你 其实我有点小小的失望 我要搞这些话里胡说 没用的东西 有这些时间做了 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好 这么多年不见 觉得你自己 已经被社会磨平了棱角 变得有些油嘴花痴啊 您看您 高大 威猛 帅气 您 根本不会计较这些小间 我就是牡丹门口的少兵 十字路口的信号灯 医院急准室的大夫 街头的ATM机 二十次小时 随时为您待遇 像小狐狸一样 但是在她后来 对你越来越了解 发现你还是你 发现你还是你 只是把最重要的东西 都藏在了心里 所以恩恩 那 selector 没有 frustration 离开的 这是这样的 哪有 都是要是 这是 你的 找人